修罗武神 第5987章 宫殿主人 作者 善良的蜜蜂 其实后面 也有一些阻碍的关卡 但是楚风凭借出街密点 都能够化解 眼下花花在 那么楚风提供阵法 花花出力布置的情况下 化解得更加轻松 你这小鬼的结界阵法 真的是让人羡慕啊 花花是真的羡慕 拥有这样的阵法 那对于戒灵师而言 简直比任何宝物 都要更加的有用 此乃绝世利器 且逆天级别 夸赞之后 也是立刻开始布阵 当花花开始布阵那一刻 楚风也是 立刻察觉到了变化前辈 你的结界战力 哟 眼睛这么尖的吗 被你发现了 是血脉觉醒了 获得了逆战一品的战力 不过其实也是 刚刚在那结界门内才觉醒的 在我们这一代 是很了得了 不过放在现在 好像也不算什么 我听闻七界圣府的 灵霄和戒天也可以 应该也可以吧 花花嘴上说着不算什么 但脸上却也有着难掩的得意 嗯 晚辈确实也可以 楚风道 花花笑了笑 她丝毫不意外 尽管她没见过灵霄和戒天 但她坚信 楚风的结界之术 绝对在灵霄与戒天之上 不可能有人 比眼前这个小鬼更逆天了 如果真的有 她也只能想到一个人 但不是当代小辈 因为 那是楚风的母亲 二者配合下 很快便来到了楚风所说的地方 此时的地宫 已是极其宽阔 宛如一座地底世界 但前方 却有一个庞然大物 堵住了地底世界的去路 此物 光芒璀璨 宛如明日坐落于此 但仔细一看 却又层层叠加而起 错综复杂的结构 却又规整无比 无论大小 还是那整齐程度 以及形态 都宛如一座浩瀚城池 它还有一个入口 那道大门 威严无比 但它也像是一个警告 此地 不可擅闯 经过观察可以判定 破阵不能联手 只能一个人 若是有人踏入其中 这座阵法 便会彻底运转 前辈 没骗您吧 是不是很凶险 楚风道 因为只是正常人都看得出来 此阵不可入 花花点了点头 旋即看向楚风 楚风 我想试试 听闻此话 楚风也是一惊 赶忙道 前辈 真的很危险 我知道 并且要进去之后 才能寻得破解之法 所以 你是无法帮我提供破阵的阵法图的 对吧 花花道 是 只能依靠自己 并且 晚辈的破阵之法 多半也是无用 晚辈觉得 此阵考验的很多 极其复杂 晚辈也不确定 自然也没把握 楚风道 楚风说的是实话 楚风向来信奉一句话 富贵险中求 怕什么 干就完了 但重点是 要有富贵才能冒险 楚风判断 此地已经没有富贵 只剩下凶险了 那自然就没有冒险的必要 楚风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 你自然没有见过 当初各方人马 都想要踏入此地的场面 这座移动宫殿 与我们而言 有特殊意义 我有这个运气 发现了它 恰巧是力量减弱的它 若不趁这个机会试试 我恐怕一辈子 都会感到遗憾 花花说 这番话的时候 目光一直盯着 那座宛如巨城的磅礴大阵 楚风从她的目光中 能够阅读出她那里的向往 前辈 既然如此 那你将这个拿着 楚风将一张传送符纸 拿了出来 那是舞者商会会长 给楚风的符纸 可以危险之时逃脱用 看到楚风递过来的符纸 花花感到惊讶 她惊讶的 不是楚风有如此宝物 而是如此贵重的宝物 楚风随手就给了她 这也 太大方了 她的观念里 关系很好之人 才会如此大方 而她与楚风才相识不久 并且 她先前对楚风还那般态度 她现在想想 都感觉有些羞愧难当 短暂愣神后 她笑了 笑得很暖 真是好宝贝 难怪七届圣府都抓不住你这小鬼 花花将符纸 推了回去 我身上也有类似的宝物 就不用你破费了 话罢 花花便直接来到了 那阵法入口前 站住 可就在此时 忽然一道声音 自大阵之中响起 那声音很是混沌 分不清其年龄 但能够确定的是 那是一个男子 拜见前辈 不知前辈居住于此 多有打扰 还请前辈见谅 听到这个声音 花花赶忙 失以毅礼 楚风 同样失以毅礼 他们都感觉 那声音不像是阵法 更像是真实存在的 真实存在于此地 还是传自阵法之中的声音 就算不是此地真正的主人 此人多半也是掌握此地阵法之人 这座阵法 不是你们可以挑战的 想活命 便离开吧 那声音再度响起 前辈 若是晚辈挑战成功 能否得到奖励 花花问 但她的询问 却换来一声轻笑 这么爱问 不如问问苍天 你何时会死 听闻此话 花花眉头微皱 她是有脾气的人 而对方 这句略带讽刺的话语 则是激怒了她 前辈 若晚辈非要挑战呢 花花此时的语气已是静意大减 现在走 你的命还在 若进去 你的命便与你自身本事相连 不是老夫看不起你们当代借灵尸 而是你们之中 绝对无人可以破开此阵 那声音再度响起 而花花 则是直接踏入了那座阵法之内 刚刚踏入其中 原本迟缓运转的阵法 便快速运转起来 楚风认真观察 眼中不免有些紧张 倘若只是自己观察出 那阵法危险也就算了 此地居然有远古存在 也给出了如此明显的提醒 楚风就更加担心了 她担心 花花无法活着走出来 不用看了 她出不来了 而就在此时 在楚风侧面 那阵法内的声音再度响起 只不过这一次 不是阵法内传出 而是楚风的身旁 本章完